40年的发展历程都浓缩在了这间小小的展馆中 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厦门机场 从一座航站楼一条跑道 到变身航线网络覆盖全球 年客流量超过2700万人次空中门户的发展轨迹 唤醒了许多厦门市民的记忆 因为我经常走机场 所以我感受挺多 也蛮文心的 王文艺是厦门机场的第一批建设者 1983年他来到机场工作 负责配电系统维护 在机场工作40年 今年他光荣退休了 展馆中就陈列有他的工作证 我一毕业以后 就一辈子的话就跟飞机打交道 总有84年的工会证 还有我的资格证书 就是银行集花的资格证书 那个时候工作的下轮过去机场的工作证 都能勾起我特别美好 而且深刻的一种回忆 王文艺参与了机场建设 运营发展的各个阶段 2006年 厦门机场被确定为 春节两岸包机新增航点 首航仪式上 他负责保障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 当看到台湾乡亲 因为能就近搭机返乡 而按捺不住喜悦的时候 王文艺感同身受 只有通过交流才能加深 两岸这个认同 我的感触真的是非常深 因为从整个厦门机场 从一个小航站 到现在的大空港 我是可以说是参与者 而且是见证者 一座机场承载了城市的发展 更见证了两岸交流 两岸空中直航时代的来临 让下台两地越走越近 越走越轻 目前 厦门机场 飞赴台湾地区的航线有三条 分别为厦门到桃园 台北和高雄 2023年以来 厦门机场平均每周 保占26个客运航班 三个货运航班 飞往台湾地区 后在厦门机场 40年建设成果 全新的厦门祥安机场 正在加紧建设 不少台胞都热切期盼 新机场的落成 能为他们带来更多便利 建设中的祥安机场 引入了闽南风格 和故土相情的人文环境设计元素 2019年入职厦门机场的 台湾员工徐一新也参与其中 这几年就是最常听到的一个词 是两岸融合嘛 那前阵子也有出台一个意见 就是夏京共用新机场 我认为其实是促进两岸 一个和平发展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因为我来厦门机场工作 也已经有四年了 也有遇到过很多台湾的旅客 那我们也会聊一聊 这个厦门的文化 或是闽台的文化 然后他们也会问我说 听说你们厦门要建这个新机场 那什么时候通行啊 之类的话题 其实大家都一样 都非常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